这位就是郭晶晶和吴米霞 今天参加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一共有五对选手 首先是中国澳门选手许雪茵和李小儿 第二对是韩国选手赵恩飞和金纳美 第三对来自中国香港马锦玲、打家宜 第四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郭晶晶和吴米霞 穿黄色衣服的就是他们的教练中朝真教练 第五对是来自日本对这项赛事的重视 除此之外 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近距离的观看奥运冠军的表现 这位是吴米霞 在今年下半年刚刚结束的第11届全国运动会上 吴米霞首次拿到了全运会的金牌 当时是与赵晶晶一起参加了双人三比跳板的比赛 获得了冠军 这两位无疑是世界跳水史上最成功的一对双人搭档 在04年和08年都获得了双人三比跳板的金牌 除了在双人比赛上有优秀的表现之外 下面要看的是郭晶晶和吴米霞 同样是向前跳水 这位是吴米霞 两个人在入手的时候 距离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配合上的失误 一个近了一点移速远了一点 回听听走板的时候 看来是稍微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了两个分数 日本选手潜天丽莎和马云游家 拿到了49.20分 与他们并列的是马丹尼 为中国香港队索取的 来看郭晶晶和吴米霞 上一套排在了第三位 向后跳水 漂亮 非常棒的一个动作 两个人付款式个人质量 还是配合的一支性 就达到了极高的高度 现场的技术观 刚刚出到了有9.5分 同部分有了10分 单从运动成绩来看 这两位无疑是现役的运动员当中 最为出色的 其实哪怕是包括了 曾经推议的各位选手 他们达到的运动成绩的 来看两轮之后 郭晶晶和吴米霞超过了前面的两队 现在上升到了第一位 日本队的潜天丽莎和马云游家排在第二 徐雪茵和李小儿排在第一 下面来看吴米霞和郭晶晶的第三条 向内翻成两周半 这个动作难度有3.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 吴米霞和郭晶晶是唯一的一队 完成3.0难度的搭档 为啥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郭晶晶是最终的纪念老道 对于自己的好等的可以去掌握的 非常的巧 在中国跳水队当中 郭晶晶无疑是受关注度最高 和名气最大的 实际上吴米霞同样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 吴米霞这名选手呢 他的身材线条非常的优美 动作细致 而且非常的细腻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 他的动作是非常具有观赏性 来看这一轮之后 郭晶晶和吴米霞绝对的优势 已经领先了将近30分 第二名的是赵恩飞和金纳美 下面看郭晶晶和吴米霞的第四场 转身翻腾两周半 上一条结束之后 他们的分数在180以上 好的 就是非常的干净 就是说今天这队搭档 为这场女子收入三名跳板的比赛 增测不少 82.8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90分 这一跳的石头突然 小金红和吴米霞的领先优势 既一步扩大了 269.10分 还在第二位的是徐雪茵和李小儿 简直立莎和法院尤嘉超过来看郭晶晶和吴米霞的最后一跳 向后翻评两周半 由于郭晶晶和吴米霞在转体动作上 他们这个自己称号的动作是不一样的动作 所以他们在双人比赛当中就没有办法选择五组的转体 漂亮 非常棒的一个动作 这些动作是吴米霞在三人的这个称号动作当中非常拿手的 两人今天在双人的配合上 同样也是做得非常的完美 刚刚我们提到 他们在双人比赛里面 由于五组练习的是不一样的动作 所以呢他们就是在这四个动作里面选择了 一组和两个二组 一个三组一个四组 88.20分又是一个积极满分的分数 这动作的埋开下最终的成绩 郭晶晶红比较357.60分获得了冠军 中国我们队的雪雪茵和李小儿获得了银海 郭晶同排的是日本选手简天丽莎和马月尤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